三中全会后大陆军方首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练 根据辽宁海事局网站发布的最新消息称 中共解放军15号下午4点到11月22号下午4点 将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海域执行军事任务 中国大陆最大微博平台新浪微博 近期处理了十万三千六百七十三个违反七条底线的微博账户 处理的方式包含近年永久封账号的 针对新浪的做法网友不满 回呛凡是揭露中共仇恶的都会被封 甚至有牢狱之灾 这是流氓行径 尽管香港与中国大陆近期有人要求港币与人民币挂钩 但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林今天说 港币是否与人民币挂钩需要考虑几个方面 包含大陆人民币资本账是否开放 人民币是否已经完全自由兑换 以及香港与大陆的经济周期是否更相近 港币目前没有条件考虑与人民币挂钩 上海今天降温天空雾茫茫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数据显示 上午九点PM2.5标准的空气品质达到中度污染 大气中细悬浮粒子的浓度持续上升中 预计空气品质全天都将是中度污染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